今天的啟程村食水含园事件仍然在燃烧 已经燃烧了接近10天的光景 其实开始没有那么多人报 亦有评论说这些只是街路的事 但在我的角度来看 我和Paul跟了这么久的区议会项目 尤其是他的深耕世作 研究18亿人这么多次 我们很明显闻不到一股脏 这件事会报得起 结果真是报到现在特首都要不断回应 而且会继续烧下去 这件事反映了所谓传统的街路政治 现在又升到另一个层次 这个层次曾几何时就叫做 斯拉政治 但现在似乎叫大妈政治又更加准确 大妈政治有几个元素 三大元素 第一基本上它一定要和煮食有关 可能是食水 可能是清洁 总之你妈妈烦恼那些 平时大家有饮食食煮饭的问题 通常都会是很重要的元素 第二个元素就是一定就要有 雷水 因为雷性就是受雷水感动的 他都哭了 你不要再说他了 哭是可以超越了那件事件的对错的 第三就是大妈政治 这些总是牵涉到一些不懂 无知在里面 包括我不懂用WhatsApp 我不懂上网 我谁知道吗 这些都是一些大妈政治的元素 你看回最近当然黄碧云博士 在今次启程邨的食水陷员事件里面 抢进风头 他之前其实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他是用研究政制作为他打入立法会的切入点 但是你再研究政制得多 恐怕你都未必够救郑玉石 或者卿姐刘慧卿那些就说得多 反而现在他这样说 吃水有问题 就是很多选民的响应了 同一时间 其实你想想上个星期 也都有一宗 就是李慧琼在大塌市的时候 就讲这个全城要清潔 很明显建制派 亦都是想尝试吃进去 这个大妈政治的位置 很骯髒 以至乎每一条街街巷巷 都要掃地 可以有很多的大妈政治 你想想 谁做全城清潔运动的领军人物 林郑月娥 又是一位阿太 再上去移之前 你想想 其实叶刘淑仪留下眼泪 其实之前二十四小时不够 他才骂到李慧琼趴在那里 但立刻发现眼泪很小 瑕姐没有离开议会 网民就验鱼她 不懂用WhatsApp 我觉得瑕姐不害怕 她一向都不是争取网民 那个市场 反而很多女性选民会同情瑕姐 我的儿子经常都说 我不懂用WhatsApp 现在瑕姐被人说WhatsApp 我一于投票给她 这些就是大妈政治 你以估只是他们做 其实再之前 真是做得好 那个叫鼠王勋 即是梁美芬议员 专贵的梁美芬议员 神禁祖就说 西九龙的水很臭 要捉老鼠 这些一早已经闻到 大妈政治有市场的角度 其实梁美芬之后 还有不少人是懂得 懂这个角度的 例如张军澳、方国山 堆田区多么下来 多少阿太太喜欢她 见到吃得了 于是乎另外一边 陈树英 一个东一个西 继续吃下去 你想想 全部都是女性议员 抢尽风头 所以 男性议员省定点 大妈政治时代 正式登陆香港 女性议员同声同气 就一定能够 男性议员可以怎样 男性议员也有办法 也有解困角度 你想想 女性选民最喜欢看什么 《思拉品味圣经》 三个英文字 TVB 留意这两年TVB这些剧集的 男主角什么造型 男性议员跟着去抄 总须不得去哪 讲到尾 其实这个大妈政治市场 可能是全球大趋势 你想想 全世界现在都随时想 谷大妈做这个领军人物 希拉里 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只要听到 我们下一个月下一个人 快要撒绘 散发 与都想起来